而接下来这个星期的下午不知道您有没有参与过 最近经济不景气 反而让这桌上游戏桌游如今大受欢迎 像是以前的大富翁或是地产大亨 过去到现在一直历久不衰 而现在不论是经营城市变导主 其实都可以让您利用纸牌 跟真人面对面来玩游戏 虽然这种桌游游戏其实并不便宜 从400块到两三千块都有 但因为可以抛开电脑又能重复玩 因此最近玩家人数成长了五成 也让坊间桌游店开张的数量多出一倍 当我好友围桌丢上一次翻纸牌 看起来好像在玩大风 随机桌的玩家也同样低头专注在游戏中 看来看去好像看不太懂 其实他们玩的就是桌游 说穿了只要不插电在桌上玩的游戏都算桌游 例如大风象棋等 训练逻辑和反应逼你动脑 像里面有出处的话 它就是里面有纸牌 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卡片 然后你要照着 它没有文字 它就是卡片 然后你要照卡片上面 然后你要自己叙述一个故事 然后让大家来猜 像是这一款叫做实气时代 假装你是原始人 采金采矿盖房子 看谁比较厉害 玩起来就跟大风一样简单老少嫌疑 至于这款人生道路 让你靠着纸牌当运动员 当明星体验不同人生来得分 因为不出门又只要花小钱 就能和好友聚集玩乐 桌游越来越夯 不但销量比去年多了两成 玩家也增加五成以上 就连提供租借道具的桌垫 数量也成长一成 线上游戏它可能可以跟 其他人在线上聊天 但是那是不一样的 你只能看到声音的文字 比较冰冷 但在现实中 你还可以看到人家的反应 那也多了很多的亲和力 就是也比较有人的气息 一组桌游 价格从四百到上千元不等 主客工程师偏爱高难度 有策略的游戏 玩一场就要六到八小时 另外也有小朋友玩的 简单版刺激脑力 游戏种类五花八门 不景气没钱出门 也意外让桌游大受欢迎 TVB的新闻 猴力猿林志伟 新竹桃园采访不到